一樣我們每次上課就是會把那個我們相關的這個資料放在我們的雲端上面 一樣會有個論壇啦所以如果你有加入論壇的話這邊就會有一個我們每次上課的內容 那是因為上個禮拜我們提一次課啦所以上個禮拜的話呢大概就是給各位在家裡練習啦 我想我們這邊有一些影片一樣點擊進來這邊就可以看到每一次的 而且我們上個禮拜到底上哪些東西啊這邊都會秀出來 那上禮拜最後的話呢我們是講到有關那個 就是利用那個邏輯裡面的話呢就是 計算那個圓的面積 計算圓面積裡面有一個比較重要就是你的圓周率那個π 那個π部分的話當然以前用倍的啦 不過如果說你今天希望取得像π的這個裡面的值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什麼用mass mass這個模組 你必須要用那個什麼把它外部把它匯進來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再來就是 再來裡面 比較重要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要平方的話 其實mass這個模組裡面呢也會有個方法 它叫mass.paw 你可以做那個 幾次方的進位 最後還有一個就是說呢 我們如果要取得小數點的第二位啦 那當然這邊可以用run的 這上禮拜的部分 整個程式 你可以從那個我們的分享區裡面 那個 雲端 白板裡面 找到 基本的這個 與法與結構控制 今天的話當然我們往下推進 底下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除了說 上個禮拜的bmi 然後 像那個上個禮拜這邊有計算模組之外 其他還有一些題目啦 我想各位在練習 那今天的話呢我們接著繼續來看 有關那個 除了邏輯判斷之外 還有有關 迴圈的 部分 那我想任何程式一定有迴圈啦 迴圈主要解決就是說 如果 你要重複去做什麼事情的話 那都需要 利用迴圈幫我們解決 那python裡面解決迴圈的話 其實跟其他語言也差不多 一定會有個for迴圈 會有個file迴圈 那這個file迴圈我想用的會比file迴圈來越多啦 那主要原因待會會跟各位講 其實你們可以比較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 做一個 輸出一個結果 輸出什麼呢 請你幫我把那個 1 加到100 1加到100 幫我計算出來 並且呢 輸出結果 到那個主控台 好 當然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會需要有一個那個 迴圈的敘述 那你可以用for迴圈 你也可以用file迴圈 那如果我今天呢 以for迴圈 來看的話 基本上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當然你要在 程式裡面建一個那個 建一個 這個模組啦 比如說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可以把for i 印特別注意喔 這個敘述方法跟vba不太一樣 那個vba是for i 等於 哪一個到哪一個 但是呢 python的話 它是for i 印 印後面是一個範圍 意思是說你這邊要告訴他說 你的這個 迴圈範圍的話是從 哪個數字開始到哪個數字 當然這個數字你可以不一定是1234 你可以13579啦 不過這個這個地方的話 建一個range 實際上我們一般不會這樣寫啦 因為如果你到99的話你要寫到99 那不是很累嗎 所以你可以透過另外一個函數 叫range range的話呢 就是說你可以告訴他 其實的值在 從哪個地方 從1開始 那我要到99的話 特別主要 你這個地方呢 就要放100 這個100指的就是說 你最後跑到100的前一個停下來 特別主要 這個值不是說跑到100 而是跑到99 所以他會幫你123一直到 99停下來了 那如果說我要加總的話 我們可以寫像類似像這樣的一個程式 那所以第一個呢 請各位 一樣先在哪邊呢 現在 這個之前 大家一樣把那個環境開起來 那我講過啦 我們雲端上有個懶人包 那你把他解出來之後 記得 先確定一個動作 因為最後可能會有問題 應該就是在 視窗裡面的喜好設定 裡面的這個什麼呢 PiDiv這個 裡面好像會有一個 這個 什麼 Interpreter 這個 你把它展開啦 主要是這個地方 你確認一下 有沒有 沒有把那個你的Python的路徑 把它選起來 那早 之前 我在那個 懶人包裡面好像沒有把這個 Python32 這個把它直接丟進 那我現在新的懶人包有把這個整個資料 放在 那個Equibus裡面 所以未來如果說你要重新設定的話 我把 我記得我是怎樣 因為 我想那個懶人包 把什麼呢 你放 2.7的 那我後來我想 那乾脆我就直接懶人包整包 就把它怎麼樣 整個 把這個 這個 3632這個 目錄資料 怎麼樣 整個 全部把它丟到 這裡面 如果將來你懶人包裡面 因為他你 可能 有懶人包 Equibus還缺那個Python 那你可能要再下載再安裝 很麻煩 我想說那乾脆怎麼樣 你根本也不用裝 你就直接怎麼樣 如果你是 因為那個是 最近才更新的 那你就直接 去 這個裡面 會有一個這個目錄 那你就直接怎麼樣 確定一件事情就是 你有沒有把這個Python的環境引用進來 如果有的話 就可以馬上使用了 這邊 把它call進來 如果這個call完 之後的話 那你知道這邊 新建 有沒有 那一樣把它browse一下 確定一下你的Python的路徑 是不是正確的 比如我找到一樣是在 那個 低疊 比如你解到低疊裡面 這個時候懶人包裡面 就會有這個 那你就把它打開來 然後告訴他說你的Python的ESE在哪裡 就這一個 所以關鍵在這裡 那其實你只要選取到 按確定 所以其實 我們這個環境主要是幫各位 可以先跳過環境設定 特別主要你也不要花太多時間在 這個這個部分 因為有的同學 去介紹 好幾個那個什麼 開發環境 那我講過了 能夠開發 Python的環境 至少超過100種 那 就是在那邊 去 他可以寫個部落格外 那個 網路上好像有蠻多那種 部落客幫忙 整理什麼 最佳的10種 開發 Python的環境 10種 那就把最好用的10個 那其實我後來發現 10個看一看 好像還是這個 比較好用 對不對 所以 為什麼 我不強調說那個 因為那個東西是重要 沒有錯 可是我們的重點應該是在 城市開發上面 而不是在了解環境 OK 當然了 另外還有 就是Python 除了 Equilibet 可以開發之外 其實另外還有一個非常好用的工具 叫Visual Studio 微軟的那個環境 之前我們有用過啦 其實你可以用Visual Studio 開發非常多東西 但是我不太推薦他的 主要原因是 第一個他是付費軟體 就以後你要開發的話 你要付費用 給微軟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安裝 非常的龐大 因為我們之前我們有用這個來開發App Visual Studio 光要把那個環境安裝起來 至少像同學之前有裝半個小時還沒裝好了 有的還裝一個小時 另外呢 安裝時間很久了 再來怎麼樣 他裝完之後 他會至少佔用你硬碟空間30GB Visual Studio 所以 這個Visual Studio也可以開發Python 但是 我是覺得光這些 就很麻煩 但是你們也可以試試看 裡面他也可以建那個Python的專案 OK 那把這個選舉起來 開起來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呢 他就幫你把 那個Python的相關路徑 裡面需要用到的DL 跟Library 還有一些相關的東西 套件有沒有都幫你引用進來 這些東西呢就是Python裡面的資源 按之後的話 那這樣就OK了 所以基本上的話 你只要做這兩件事 環境就ready了 再來的話呢 我們今天主要的重點 就是了解 在那個Python裡面 如何 就是 去使用那個像回圈的相關敘述 for回圈怎麼做 另外的話呢 還有像file回圈 然後也許後面有這些題目啦 包含就是1加到99結果多少 另外的話呢還有奇數的部分加起來 還有偶數部分加起來 那另外還有什麼99乘法表 你也可以試試看有沒有辦法 幫我輸出什麼 一個99乘法表像這樣子 可以用for回圈 你可以用file回圈 我想 其實這些 很多同學都說 老師這個以前好像你都教過 對 無論是java 無論是php 其實 都可以run這個 那只是說呢 他語法一定不一樣 那你可以試試看 裡面要怎麼去把這些做出來 然後還有什麼 如何利用for回圈 或壞回圈 做出一個三角形 三角形的話就是 第一次輸出一個 第二次輸出 一直輸出13個 不過這裡可能回圈 一個是fori 一個是forj fori是第幾次 forj是控制 輸出幾個 新號 OK 所以當然 做完之後你可以 把那個回圈倒過來 有沒有 又可以變成一個顛倒的 另外呢 還可以怎麼樣 用file去做 一樣的東西 for跟file 都兩邊可以相通的 如果這些你都可以熟練的話 以後呢 你要叫python 幫你重複 處理什麼 處理幾次 處理什麼東西 當什麼情況 發生了 就跳離 那就會非常簡單 重複敘述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 叫python 自動執行 都要用回圈 當然不是程式都一樣 你要叫它自動做 所以自動化 的前提就是處理 回圈敘述 那不過回圈有一個 比較可能會有錯的地方 就是 無窮回圈 尤其像file 條件 當什麼條件 發生的時候 他會進入回圈 可是他一直 一直進入一直進入 他不會跳離 不會跳離 會怎麼樣 程式有死盪在那裏 所以你可能 要能夠有跳離的 那這底下的話 我想各位 可以先試一下 那待會先試一下 用for回圈 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 for回圈 加總 1到99 怎麼做 程式在這裡 我想你可以先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